今天我们特别有幸参加了莱隆高铁正式运营首发体验活动 正好一块参加活动有一个阿姨据说都快80岁了 她是这个小区的,我们正好从管委过来的时候就顺路把她带过来了 带了你们小区以后就咱顺便问几句吧,我的习惯碰见人就逮着不放 阿姨你好,听说您是祖籍,就是咱乳山人吗 对啊,我就是乳山人,我1946年农历18,出生在乳山寨镇东加马沟村 东加马沟村,那个村是产苹果的 当年古墓副总理是地下党,在我们村以老师的身份在那教书 我的四个姑姑和爸爸都受她的影响,先后都投身了革命 参加革命了 革命胜利后我六七岁就离开了汝山,离开了我的小山村,到了大城市 我先后在北京大连读书,我在北京成了家,成家以后呢 我按时军人跟他跑了全国很多地方,最后定居到河南郑州 我在郑州大学工作了三十年,退休之后呢 我非常想念家乡,想念我的小山村 因为我们的汝山革命的根据地呢,留下了很多当年抗日战争的一些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 所以说我非常热爱我的家乡 我就有一个愿望,想回到家乡,拍个录像片 我回来的时候一看家乡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当时银滩刚刚开始建设,我就想在这买所房 您是哪一年在这个小区买的房子? 2004年 2004年很早了,那小区2014年就有了 它当时刚刚已经快要建成了 后来我了解到这个花园是国泰房产 李振时老总呢,是全国的劳动模范 又是我们汝山寨,跟我一个村儿 你们是同村的? 一个村儿 他成了这个房地产的领头人 汝山的房地产领头人 所以说呢,因为他是全国的劳模 在他的这个花园里,我看到了他做人,处事的这个品格和作风 我信任他,所以我在这个宏泰花园去买的房子 等于说您退了休息以后,就在这个 就在这个宏泰花园 银滩在宏泰花园 已经住快20年了 居住住快20年了 对,2014年 2014年 2014年,可能2014年了 开始那头几年我冬天还回郑州 后来太喜欢这儿了 我已经适合了家乡的这个空气,大海和阳光 后来这几年我冬天都没有回,都没有回郑州 都没回去,你看你的气色这么好 我就准备在这儿养老 我就准备在这儿养老了 这和你的这个生活20年有没有关系啊 这么显得这么年轻 有关,有关系 因为汝山呢,这座小尔特富尔美的县级市呢 2000年就被世界联合国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那汝山呢,恰似母亲丰满的乳房 是母亲的乳资浮育了家乡 17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儿女 汝山由此而得名 不爱家乡,更爱这片热土 所以说我晚年就选择了这里 而且我带了有四五十个朋友来银潭去 也给国泰的房产带了很多客户 给国泰公司也做出了贡献 是吗 他们都非常感谢我给他们晚年选择了一个 有山有水有大海的一个养老的一个圣地 对,这个小区确实是很不错的 位置也很好 这里的物业也非常好 物业也特别好 听说它这个物业是开发商的物业 开发商物业比较负责任 对 是,在这里生活很幸福 我看刚刚过来的 物业主任 物业主任 都对你非常尊重 刚才在下车的时候 好多出来的物业主任 是物业主任 主任你好 看你们小区有这么好的业主 刚去参加完了高铁那个通车 回来了 回来了 太幸福了 对 咱这小区 所以这房子是对外出租吗 出租 也出租是吧 出租也卖 也卖 也卖 挺好 这环境都好 你看旁边就是淮河路一号 那边的房子还挺贵的吧 哪 那边房子贵 那边房子贵 我们这比他们便宜多了 便宜多了是吧 我们这物业 同样一个地方 对 对 特别好 对 是是是 主任在这地方也奋斗多年了 年轻有为 认识他也 一二十年了 一二十年了 一个小青年成长为今天的物业主任 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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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觉得阿姨确实还是非常 哎呀那个头脑灵活的不得了 我在现场的时候采访他了 电视台也采访他了 没有做到海洋 讲的特别好 讲的太好了 你怎么回来了 大巴送回来 做大巴回来的 我们到海洋做大巴回来的 对对对 对 您在这保养的这么好 您的牙是假牙还是真牙呀 真牙呀 真牙 八人岁牙还这么好 真是啊 您就是保养 这里水土对你还是有 那当然了 非常受益 身体也特别受益 身体也受益 身体也受益 身体没什么病 没什么病 充满了青春的热情 对呀 平时带他们唱歌跳舞 晚上下午做操 你活动 是不是 真的活动很丰富 你活动 太好了 谢谢大姐了 谢谢阿姨 咱们是前辈了 焦大姐更显年轻 好 再见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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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